《约伯记》第24章 全能者既定其法恶 为何不时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 有人挪移地界 抢夺群畜儿牧养 他们拉去孤儿的驴 抢娶寡妇的驴为荡头 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 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 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道旷野 殷勤寻找食物 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 收割别人田间的河架 摘取恶人余胜的葡萄 中叶赤身无衣 天气寒冷毫无遮盖 在山上被大雨淋湿 因没有毕生之处就挨尽磐石 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 抢取穷人的衣服为档头 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 且因饥饿扛台河捆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炸酒 自己还口渴 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恨 受伤的人哀嚎 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 又有人背弃光明 不认识光明的岛 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杀人的黎明起来 杀害困苦穷乏人 夜间又坐盗贼 肩夫等候黄昏说 必无眼能见我 就把脸蒙蔽 盗贼黑夜挖窟窿 白日躲藏 并不认识光明 他们看早晨如幽暗 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 这些恶人犹如扶贫坏坏飘去 他们所得的粪 在世上被咒诅 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 干旱炎热 消磨血水 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 怀他的母要忘记他 虫子要吃他 觉得甘甜 他不再被人纪念 不义的人必如数折断 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 不善待寡妇 然而 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 那性命难保的人 仍然兴起 神使他们安稳 他们就有所依靠 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他们被高举 不过片时就没有了 他们降为悲 被除灭 与众人一样 又如骨碎被割 若不是这样 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 将我的言语 博为虚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